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玩了打资业也打了久一点 就是说要求也很高 就很难受 这可是一个初登KPL赛场就获得三冠王的队伍 这可是一个从宝籍赛直接拼回冠军的队伍 再来一刀杀掉的老公子 再回身继续杀 又来又是方位 三剑了 四剑了 我们太想念QG的巅峰状态 也太想念当年的Fly和Hurt 越是重温就愈发感到孤独 没有自信的时候我会去想一下 去看一下自己以前打的好的操作 看以前的自己是做了些什么才能赢的 对于我来说 有荣誉就是动力 对 有压力才能进步 好在幸运的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对阵JC的比赛中 Fly操控发木兰逆版本一打四 对阵EDGM时 Hurt三拿射手三次MVP 决胜局的后裔大招百发百中 这些胜利来得及时也来得艰细 就感觉整个赛场就等过来拉个大 然后就一个大一个大的射了出来 一波团一波团的打赢了 然后最后一个大眼色中的收藏箱 在那一刻整个人就跟爆发了一样 然后死尽地吼出来一波 那时候很开心 也是因为赢 然后自信心起来了 也可以看到他的更多的 就是亮眼的操作 他能站出来 就是很多局他都能够站出来 做到他那个英雄该有的样子 新版本就像给予QG的礼物 对阵BA黑凤梨的时候 哪怕落后一万二经济 只剩一座高地 在这一场中的攻击力 Hurt的公尊里面 也带着队友完成了大翻篷 还记得吗 在Hurt最初不敢拿射手的时候 Fly对他说 别人不信你 我信你 而我们也愿意对QG属 你们敢拼 我们敢等 其实那么大压力在自己身上 他一直压着我 让我不甘心去拿亚军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反而也是一种动力 推动我去为了那个冠军拼命 有四个冠军压在我们身上 观众对我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就像阿甘正在里面说的一样 只有对掉以往事才能不断地前进 王朝的耕底从来不讲情面 但KPL的舞台 不会抛弃退去浮华 从头再来的人 敢于摘掉王冠 敢于推翻那些与荣誉有关的过去 敢于经历低谷 重塑肃 初心就是 生而无畏 战至终章